整個台灣社會在治安的議題一起很多的討論 事實上就我們所了解 整個政府尤其警政署在這一波的掃蕩的黑槍 黑幫的過程當中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但是在今天我們還是要公開的呼籲跟要求 這個政府必須要進行全面的全國的大掃黑 同時要全面的竖槍 同時跟槍跟黑有關的就企圖這一塊 所以掃黑、竖槍、企圖 我們認為是政府最能夠立刻回憶民意跟民怨最重要的一個作為 事實上從警政署過去一段時間的一些統計 今年已經進行了五波的這個所謂掃黑的行動 事實上這個掃黑的組織被掃掉的組織跟人數都創了歷年的新高 那這一塊我們給一定的一個認同 但是我們認為還要加大動作 加快掃大 因為民怨是非常非常的高 尤其近期這個所謂的詐騙集團到柬埔寨 一些年輕人受騙等等 背後當然一定有黑道、黑幫的背景 那這個所提供的資料 這個不論件數也好、人數也好 甚至所查獲的不法金額也好 都創了一個歷史的新高 但是從立法部門來講 我們一方面要求行政部門要擴大掃黑、訴槍、企圖的一個行動 那民進黨黨團也將會檢討相關的修訪 來進行全面的排黑跟掃黑的動作 那我們今天第一波、第一階段 被先從公職人員選罷法的相關的法律來做調整 那這個推動的背景跟我們的考量 我們先請王氏解惟來做說明 好的